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节目组的后期制作人员 只要稍微上点到都知道怎么见 更何况余文文的人设后来还发生了反转 绝对符合综艺套路 镜头多并不奇怪 至于张天爱 她的爆点在第四期 二公舞台姐姐们重新分组 她因为没能回归宁静的队伍 几次泪洒党场 给人的感觉就是戏太多 有点过头 这样的事也是相当具有讨论性 节目组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换言之 节目组并非真的厚爱余文文 张天爱给他们镜头 是因为他们能为节目带来话题和热度 已经锁定的三位皇族排除了余文文 张天爱就只剩下郑秀妍 她到底是不是皇族 乘风破浪第四期节目也给出了答案 说起郑秀妍 观众对她既熟悉又陌生 陌生是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郑秀妍是何须人也 熟悉是因为乘风破浪开播前 她就已经争议焦点 请注意是争议而不是热议 炮开郑秀妍过往不论 周丹说她一个长期混迹于炮菜国的阿姆国 艺人 参加乘风破浪是否合适 足以在网络上掀起讨论度 还记得当时台的粉丝跳出来极力辩解 声称艺术不分国界 作为初代女团成员 郑秀妍唱跳能力俱佳 绝对有资格参加乘风破浪 这所法貌似也没错 虽然知道这是粉丝为郑秀妍 老前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 但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 毕竟人家已经上升到 艺术无国界的高度了 可临近乘风破浪开播 有一件事特别值得玩味 郑秀妍的社交平台认证 直接将炮菜国歌手 换成了歌手 不仅如此 她社交平台上的文字 也变成了简体中文 种种迹象表明 郑秀妍这次是有备而来 大有不翻红 不罢休的架势 说完郑秀妍 再说说芒果台 众所周知 这两年芒果台是多时之秋 邀请郑秀妍参加节目 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争议 相信芒果台的节目组早有预判 可即便如此 芒果台还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邀请郑秀妍参加乘风破浪 这份盛情绝对是诚意满满 芒果台的诚意还体现在 给足郑秀妍拍灭 节目组公布的首席案例中 郑秀妍妥妥的C位 红得发紫的吴景妍 还有人气女神张天爱 只能待在郑秀妍两边做配角 捧到这种程度 足见芒果台对郑秀妍关来有加 只可惜节目开播后 芒果台被狠狠地打脸了 而通过节目呈现来看 郑秀妍在第一期节目中的表现 一人难尽 因为地狱关系以及性格原因 郑秀妍表现得很安静 这无可厚非 但舞台表现平平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作为初代女团成员 郑秀妍登台前 姐姐们万分期待 宁静笑得何不拢嘴 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纳英伸拇指夸赞 更厉害的来了 人家才是专家 谢娜则无比感慨 这是真的女团 张新逸更是放低姿态 谦虚地表示 我觉得她因为有经验 能力确实比我们强 人还没上台 气势就已经造足 无疑 姐姐们对郑秀妍的唱跳能力 信心十足 希望她能够惊艳全场 但结果让她们异常失望 郑秀妍没有跳舞 只是安安静静地唱了一首英文歌曲 不难听 但也说不上多好听 反正离姐姐们的期待相差甚远 对此 郑秀妍解释说 没时间准备 在这里待一个月 乘风破浪是一个竞争的舞台 郑秀妍的说法 姐姐们认同 却无法令观众信服 一个月的时间 还不够准备一首唱跳 听上去就知道很敷衍 神奇的是 郑秀妍的镜头 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甚至还得到了 那音宁静的青睐 在反观 以一己之力 撑起节目KPI的王兴林 三个小时的节目 只有七分钟左右的镜头 差距简直不要太明显 当然 郑秀妍的粉丝也说了 她们的姐姐表现 平平是在保存实力 不排除这种可能 可是一公舞台表演 她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 不否认 要你管的舞台很惊艳 可一公舞台上 姐姐们都是拼尽了全力 论舞蹈 郑秀妍不及唐诗意 朱姐静 论唱歌 郑秀妍比不过谭薇薇 留恋 只能说 她比第一期表现好 还有若只是表现 平平也就罢了 郑秀妍还差点被粉丝连累 三 乘风破浪开播后 郑秀妍的粉丝 不遗余力地 替自家的偶像宣传 可也不知道怎么 她们竟然针对起了节目组 嘲讽乘风破浪 这档节目太糊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郑秀妍参加乘风破浪 属于屈尊降贵 网络上随便讨论也就罢了 偏偏她们跑到 乘风破浪的官方群去吐槽 这样的言论 很快惹怒了官方管理群的管理员 双方你来我往 那叫一个热闹 就是论事 这与郑秀妍本人没啥关系 可关键问题是 粉丝言论往往买单的都是偶像 再加上天心教主 王兴令已经成功出圈 完全能够扛起节目的热度 很多人认为这种情况下 节目组实在没必要顶着争议 继续捧郑秀妍 说到这儿 不得不佩服乘风破浪节目组 那真是力排众议 一往无前 对郑秀妍关怀照旧 四第四期节目 郑秀妍不仅镜头多 还当上了队长 可能有人会说 人家郑秀妍当队长 靠的是人气排名 话没错 但郑秀妍的人气讨论度 根本不成正比 红中透须 这种情况下 郑秀妍能靠乘风破浪赢得话题度 但乘风破浪 想靠郑秀妍制造热度 可能性太低 但节目组依旧长捧 为了让郑秀妍出圈 乘风破浪节目组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郑秀妍刚刚晋升为队长 纳英和宁静就开启了抢人大战 原本加上郑秀妍 节目中一共有四位队长 郑秀妍竟然是 纳英和宁静第一个下手的目标 宁静先下手为强 不到一分钟就搞定了郑秀妍 纳英全程有点懵 结果公布时 她满脸的不甘心 这场抢人的戏码 就算是郑秀妍原来没有热度 经过纳英 宁静的这一番争抢 也会水涨船高 说说哈 这波操作 不管是节目组 有意也好 无意也罢 我都给满分 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水到渠成 那么的顺其自然 既不会让郑秀妍尴尬 也不会为节目组惹来争议 客观众心里有数 且不说郑秀妍的畅调能力 就语言这一块 她做队长就十分合适 队长需要跟队里的人员沟通协调 郑秀妍连中文都说不好 如何沟通 如何协调 就强歌环节看 郑秀妍只能挂个队长的名 无任何实际行动 还是要人怀疑 她之后能不能承担起队长的职责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季乘风破浪 真黄组彻底浮出水面 对 就是郑秀妍 没错 节目组捧得非常明显 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桩旧事 时间倒退回2016年 郑秀妍 赵丽颖一同参加快乐大本营 那期节目 芒果台就被质疑 冷落赵丽颖 力捧郑秀妍 看来芒果台和郑秀妍渊源非浅 只是被强捧是一码事 能不能成功翻红 则是另一码事 郑秀妍能否笑到最后 还要看她的造化 众所周知 由王兴林 郑秀妍 余文文 谭维 娜英等姐姐参加的浪姐三 果然强势 上线之后就一直热度不断 随着浪姐一公舞台的结束 二公舞台又引来了新的分组 姐姐们台上台下都太全粉 舞台上敢弹敢唱的态度 游刃有力量的舞蹈 又美又撒的造型 有女团那味了 而一公 那盟内排名第一的郑秀妍 直接晋升为队长 也是遭遇那音和宁静的风抢 她也将带队挑战唱一条歌曲 OK 郑秀妍二公选择一身黑色西装造型 看上去女团犯十足 当然作为队长的郑秀妍 雷厉风行 安排歌词超级快 安排各个队员唱歌的任务十分顺利 不过说到郑秀妍就不得不提王兴灵 虽然二公表演还没有播出 但路透的进程已经快到了四公 现场人气最高的是郑秀妍 可以称之为断层第一 节目中郑秀妍连胜两局 带领队员率先升级 晋级 即便中途杀出个爆红的王兴灵 但是郑秀妍的风头也无法掩盖 不少网友也是好奇 同样是浪姐人气担当 王兴灵和郑秀妍有何差距 近日 那英在某节目上 也是谈到了浪姐人气担当的 王兴灵和郑秀妍 对此 那英的话说到了点上 浪姐这个舞台其实很残酷 姐姐们业务要能打 性格也要稀奋 做人做事都要有分寸 这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郑秀妍虽然有一些小心机 但是比较聪明 而王兴灵呢 有一点规规矩矩 安安静静的 对此 大家也是纷纷表示 异于众 虽然乘风破浪 是一档综艺竞技类节目 但选人 组队非常重要 当然无论是从选取 剪辑 还是赛者来说 三公都要比一公要强不少 相信王兴灵和郑秀妍他们 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对此 对此 对此